這邊呢 國民黨經營Twitter 更新網頁 這樣也可以申請錢喔 申請很多耶 申請很多 申請多少錢 申請很多啊 他的Twitter是申請了二十幾萬嘛 然後架網站申請了28萬嘛 然後這個今年 另外一年 網站內容更新申請了72萬嘛 網站更新也可以72萬喔 對啊 經營社群都要跟民主基金會申請很多的補助嘛 然後這樣子說 民進黨辦青年營隊叫做亂領 叫做這個變小金庫 這很好笑 那我們今天的金句就是 這是自殺也不是他殺 許小新沒事幹嘛統這個 沒有許小新 這個我們上次講 上帝要毀滅一個人 必先使他瘋狂 我覺得許小新也接近瘋狂的邊緣 因為現在申請在哪裡 申請也就是說 要不要讓韓國瑜的立法院長 來接民主基金會嘛 因為這是慣例嘛 其實也沒有 我就覺得他們奇怪 也沒有人反對啊 沒有任何人說不可以啊 對不對 他就開始在緊張了 那你緊張你怕韓國瑜 這個接不到這個位置 你就攻擊民主基金會 然後說他是小金庫 民進黨從這邊拿錢亂花 然後就被王毅川說 不是喔 都國民黨花的喔 還去兩岸喔 還去辦什麼 這個營 那個營 更新網頁 那許小新我就要請問你 那你這樣是不是暗示說 如果韓國瑜接了民主基金會 就變成我們國民黨的大金庫了 隨便我們花了 你不是害了韓國瑜嗎 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所以有這些事情 我們也可以證明 你看人家由許坤院長 是不是 是不是一個院長 我是公正的 我是中立的 你國民黨要錢 我一樣給錢 對不對 該給的就給 該花的就花 因此 對不起 我要收回我對韓國瑜 前一陣子的 稍微的稱讚 你前陣子稱讚他蠻多的 對 因為我發現 你又出問題了 你一個院長 副院長 你一定是要退出黨團活動 不然你怎麼作為一個公道博 作為來主持院會 你上一次去共識營 你去國民黨的活動的共識營 已經不對了 老實講你已經不應該去了 那是黨團活動 你可能被傅崑儀 被傅崑儀 傅崑儀逼的 沒辦法 勉強去露個面 講幾句話趕快跑掉 然後現在你居然提案 你今天我真的不懂 因為如果你這是投票 你說到時候 好 因為雙方票數一樣 好了 我院長出來投這一票 那也就罷了 今天你 你為什麼要打臉 你自己這樣的一個院長 你副院長一樣 你們兩個去提案 這是什麼意思呢 難道你們提案就比較容易過嗎 那這樣子是不是以後 暗示說我們 位高權重的院長 副院長有提案的 大家都一定要讓他過 這是什麼意思 而且你們提的案子 就是為傅崑奇提的 難道你們兩位搞了半天 也只是傅崑奇的傀儡而已嗎 韓國瑜給你一個改過的機會 希望你趕快撤案 撤出這個提案 要不然的話 不好意思 我又要回到罵你的行業了 趕快挽回你的心 昆明哥先來補充 我補充一下 國民黨打民主基金會 這件事情 真的是一點道理都沒有 沒有性子啦 他是放火燒自己家廚房 你懂什麼 民主基金會從開始 至少我在立法院待在兩屆 就是最近這兩屆 前面不算 最近這兩屆 有民主基金會開始的時候 民主基金會是每一年都會按額度 按政黨比例跟額度 畫一個額度 然後允許你去辦訓練活動 國際政黨交流 辦等點年一年 小心蔡薑他不知道 對 你就可以來申請的 所以國民黨 民進黨 時代力量 清明黨他都拿過 那你打這個東西是在幹什麼 就是他不是政黨的小金庫 他是政黨外面可以去申請的 一個合法的補助管道 每一個政黨都會照這個規矩去申請 你在燒什麼 所以我完全不覺得這個是有什麼問題 然後剛才苦尼大哥講那個案子 你說議長 議長下去的確是罕見 但是基本上我可以理解 人情總是要還了 人家不選副院長 院長跟副院長總是 某個在這種提案上面 因為他簽了名跟不簽名 對於他的答案效力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但是意義上 但是意義上我還你人情 所以副婚禮就可以回去 跟花蓮講 你看我的案子 院長會有簽 我很有夠力 他說把整個共識影 都拉到花蓮去 還不夠力嗎 來佩儀 我之前一直聽說 國民黨黨那一些資深 就開始在覺得說 國民黨好像一些新科立委 然後現在好像成為國民黨的困擾 因為一直不斷的粗暴 要不然就是挖錯題 要不然就是想要考慎別人 就自己變成笑料 一下有翁曉玲 整天就是在毀線亂政 然後一下有台中擊殺 毀線專門戶 一下有台中擊殺 就質詢的時候 自己都講不出一個道理來 那許小新這一次 攻這個民主基金會 真的是 我在想他可能壓力也很大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 他選前的時候一直標榜說 你們讓我進去 讓我來查門禁堂的弊案 我來查門禁堂的彪案 現在這個甚至他還不是 他連標案都不是 他是一個補助案 而且這個民主基金會 對於政黨的補助 是不是只有補助民進黨 不是嘛 各個政黨依法都可以來申請補助 這個制度也不是只有台灣有 其他國家也都有 美國民主基金會 補助各個政黨 然後補助智庫這個活動 做研究也好 做什麼通通都有 所以他甚至只是一個補助 但是既然你們要查好嗎 那我們就是公開透明 大家都來看 到底這些依法的這個申請的 不能只看說歐濱營有申請的 在這邊 國民黨的一起探查 現在我們的中和科 吳貞 我們中央黨部新聞部主任 就查下去了 發現說國民黨來申請民主 基金會補助款來做什麼 這個網站的更新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什麼 社群的經營 這個請問跟這個補助的要點 跟民主有關 跟人權有關嗎 根本你就是把補助款 又當成黨產來使用 就很奇怪 每個黨就是自己 都會有編業務經費 吳貞現在知道 我以前也當過黨部的主管 我們每年都要編年度計畫的 對不對 你要社群維護 要錢沒有錯 你就編你的用我們自己黨部 連每年給你們的業務計畫費 來去申請 那我看那個金額 我實際覺得更怪的是 他到底應該要去查清楚 他們申請這個網站更新 說七十幾萬 七十二萬 真的有拿去做網站的更新嗎 去把它查下去 然後他做這個社群的經營 說這個金額好像是二十萬 社群的經營 大家也知道 二十萬你可以做幾個月 不可能 所以他一定是有 其他的錢來湊 對不對 那你這個錢 真的是拿來做什麼樣的更新 為什麼 你自己黨部的預算 一定有在支持你的社群更新 不可能整個國民黨 從上到下 就是靠更民主經營 申請這二十萬 來做社群的經營 不可能 你是在湊什麼金額嗎 網軍的費用 對 在湊什麼金額 我覺得要去把它查清楚 十二萬 十二個月 我覺得這個都要去 可以再繼續把它查下去 所以說是個民主基金會 本來要補助 是跟民主人權相關的事 但其中我覺得 最值得注意的是 國民黨跟民主經營 申請了超過五百萬 都是拿來做去中國的交流 所以夏立妍 不是這兩年去中國 就去了五次六次嗎 夏立妍很可能就 這個也有申請補助 申請補助 人家是叫你做 民主人權的交流 你可以跟其他國家 做相關的交流 請問你去中 拿了我們國家納稅人錢的 五百萬 去中國交流 那裡有民主 那裡有人權嗎 去交流什麼東西 拿民主基金會的錢 去一個不民主的地方 這太扯了吧 這我補充一下 就是說其實 巧欣委員 這樣子有點沒有必要 因為其實民主基金會 一直以來這樣 包含補助的金額 都是明定的 你立法約一百一十三分之幾席 那就是剝多三千萬分之多少 因為一年給所有政黨三千萬 那一直以來 民主基金會給 各黨的金會申請 其實基本上原則上 都尊重各黨自己的計畫 所以包含徐小欣自己說 民進黨拿去辦青年營隊 辦兩岸兵推營 這些根本不符合要點 那我們就說 國民黨你辦很多青年活動 什麼原力覺醒青年生根 搞不好有些禁言還參加過 對 那不是 那其實真的要講 我們也覺得 其實這也沒什麼 就本來各黨辦青年營隊 本來就這樣嘛 這有什麼好講的 而且各黨都是拿來辦營隊 它完全符合使用要點 本來就是你讓有 就是喜歡國民黨的人 多去接觸國民黨 喜歡民進黨的人 多去民黨 哪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任務不失去 已經那麼無聊 那我今天最後講一點 剛剛佩講說 真的這個錢有花到該花的地方嗎 重點就在這個網站 英文更新72萬 我就真的去找 發現這是2021年的預算 2022年國民黨還申請 國民黨2020年8月就說 Fear well bye bye 我們停根囉 2020年7月31號停止更新 對你 2021年還在說 我要更新英文網站 是禁言不信 現在就連到國民黨的英文網站 2020年就停根了啦 最後一篇發文都停留 在2020年7月31號 你2021年還在用這個名目 請70幾萬 請問是不是炸領 有沒有不死 炸領有沒有罪診 謝謝 尊重再見 很好 7021萬 那個時候我們網站是在做更新 沒錯 但是我不確定 他那個名目是不是就是同一個網站 因為我們有中英文網站 如果大家現在從官網連的話 是連得到我們本身的這個英文網站 而且那個時候正好黨主席要交接 要改選 剛好是朱立倫要接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幫他少講一點話好了 下車 趕快下車 那講這個就是平主基金會這件事情 就剛剛吳針友講啊 其實就是依照政黨比例 大家都會去申請 對啊 那巧新不知道欸 那我覺得就是也沒有必要 去攻擊這件事情 因為講真的啊 如果要先喔 大家先不玩啊 藍綠互相指控嘛 那你說真的 不是 因為他是按比例的嘛 那大家當然都會各自有一筆預算 這樣一筆一筆列出來啊 那當然巧新可能要講的點 是說你看像國民黨 至少是這個名目上 看起來是比較中立一點 沒有特別說好像有太強的這個目的性 然後他指控說來民進黨那些是擺明就是說來辦人才培育的贏 但我覺得啦 你以民主基金會成立的宗旨 只要是推動國內政黨民主相關的活動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嘛 那其實大家就有這樣的共識 那我再請教你一個部分 楊文科的部分 要不要上車 國民黨還是覺得你建議下車比較好 講這個楊文科 楊文科這件事情第一 反正這個就叫做司法來判決嘛 如果假設真的有罪的話 那你這個就是下車論啊 沒有 這本來就是這個 如果是清白的絕對要還他清白 他是在車上掉入天坑 如果任何人有有有有錯 那本來就應該要定罪 就這麼簡單 但是我講這個 他這個什麼這個租建商的這個地啊 然後當競選總部這件事情就是一樣啦 這個過去包含黃偉哲跟賴清德 在台南也有類似的事情 所以要講講不完 但這件事情 那類似有沒有到那個87多多多少多少的 那個尾數 這個我還不確定我要查一下 但是楊義就我所瞭解 好像他之前也有捐款給這個蔡英文選總統過 但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楊文科這件事情很單純 就趕快交給司法判決 如果真的有罪就定罪 如果沒有罪的話他清白